春节连假开始 但是高雄街头却传出了火爆冲突 有一名男子路过左营街头时 跟一名骑脚踏车的法国人发生碰撞 当场爆发激烈口角 那么当时他大呛说 我台湾的人报警啊 接着动手推 导致这名法国人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警方获报来到现场 没有想到男子情绪还是非常激动 连远警都呛 当场被带回侦办 你敢说 你敢说 你敢说慢点 真的是气到不行 和外国人吵起来边呛吓 一旁民众无奈边翻译 似乎是不满被说有问题 穿吊嘎男子越讲越火大 接着出手推击 男子和外国人就这样一路推击到一旁店家 接着又回到人行道 吓会众人赶快闪鞭 发出战斗邀请 大声叫嚣嗆嗦 但不管是谁的主场民众还是先叫警察 但男子情绪还是很激动 连远警都呛 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来7号晚间8点多 46岁成青男子路过左营玉成路 和骑脚踏车法国籍男子发生碰撞 当下出手搀扶 没想到就是这个动作 疑似引发误会 导致两人爆发口角冲突 一发不可收拾 争取事件 法国籍男子因为被推了一把 双脚被脚踏车铁链刮伤 尽管没事 但这场和外国人街头对决 失控画面曝光 也让春节廉价的开始就引发话题 记者高松 懂得不到